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三叶美食 今天我们用西红柿还有鸡蛋来给大家分享 西红柿炒鸡蛋的正确做法 西红柿炒鸡蛋看似最家常也是最简单的一道家常菜 但我们很多人都做错啦 下面大家就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首先我们把西红柿洗净后 先将它切成四半 然后再把这个硬地给切掉 然后再把它切成小块 这个西红柿的皮薄的话就不需要去皮的 如果皮厚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皮给去掉 要不然就会影响口感 切好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来准备一个碗 把我们的鸡蛋抠入碗中 加入点料酒去除鸡蛋中的腥味 再加少许食盐入一下底味 然后到最重要的一步加入一点清水 这样可以使得炒出来的鸡蛋蓬松熏软 口感更加的嫩爽 然后用我们的右手拿着筷子把鸡蛋打散 我们要稍微多打一会儿 使得蛋清和蛋液充分的融合为一体 好了 打成像这样就好了 然后热锅 把这个铁锅烧热后 放入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给油润锅 我们再关火 给这个油温降低一点 我们很多朋友都说 铁锅炒蛋容易粘锅 等一下大家来看看粘不粘锅 把油温降低至五六层热时 再开启中小火 然后倒入我们的蛋液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加了一点清水 这个鸡蛋非常的嫩爽 炒至定型 关火 先把这个鸡蛋盛出来 待用锅内添油 放入葱末爆香 然后倒入西红柿 加少许鸡盐 因为我们更容易把这个西红柿炒出水水 西红柿炒出之后 加入一小勺白糖提鲜 再来翻炒一下 然后再倒入我们炒好的鸡蛋 快速地翻炒均匀 关火出锅装糖 然后在上面再撒上一点葱花美眉 顶着一下 这些做法的西红柿炒鸡蛋 我们就做好了 鸡蛋非常的嫩爽 美味又多汁 营养又下饭 比红烧肉还香 喜欢的朋友就快来试试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加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